民国七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庆纪念日 京中人士纷纷前来观看新总统就职 上午时时 徐世昌制服登堂 行就职礼 一切仪式都按照历届总统就职的惯例 誓词也沿袭以前的 不做任何更改 文武百官都来庆贺 由新总统委派秘书长代读就职宣言 全文如下 世昌不敏 从政数十年已 忧患于生 背经事变 近年庇护养拙 不负语文实证 而当国事纠纷 群情隔阂之际 有将节其忠告 私所以匡持之 盖平日忧国之报 不易实贤 唯不愿以衰老之年 再居正柄 耿耿此中 当能共建 乃之改选总统之期 为国会一致推选 吕共捆臣 故词不惑 念国人托付之众 则忘之音 已于本日依法就之 唯是事变纷纭 趋于极轨 我国民之所启望者 一计能解决时局 促进至平儿 而昌之所虑 不在米乱之进攻 而在京邦之本际 不仅又于国家自身之计划 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 敢以至诚极肯之意 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 全在南北统一 求统一之方法 故意尊重和平 和平所不能达 则不得不诉诸武力 乃肃及以往之计 两者皆有困难 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 以赴时机 以何志扰攘 贫年 重伤国脉 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 切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 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国使细强之物 修养可期 民国前途 树姬有志 否则西征米乱 图脱空盐 或鱼诈之相寻 致兵戎之再现 邦人既有苦兵之叹 友邦且生艳乱之心 推远事变 必有失其旧者 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 此地解决一时之大局而 非根本立国之徒也 立于世界而成国 必有特殊之性质 与其运用之机能 我国户口繁殖 而生计日即貂蚕 物产繁殖 而工商仍居幼稚 势必适用民生主义 犀利扩张实业 乃为目前根本之计 改欲使国家之常志 必先使人人有以滋生 而欲国家建己富强 以与列邦相提气 亦必使全国实业日益发展 要记 反白有私及全国商民 所应出全力以徒职者 立国之主要既如上述 但睽诸目前之状 土匪滋扰 户口流亡 商业凋零 财源枯竭 非为巨难于此 一且适得其反 势必先去其障碍 以眼角盗匪 慎选有私为入手之办法 然后调记记政 阵倒金融 次第而整理之 障碍继续而后可为 此又必经之阶级 当先是愁措者也 内政之设施 尚可视国内之能力 以为缓急之序 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 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 自欧战发生以来 我国已成合纵之事 参战义务所在 唯利是事 聚可殷勋 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 兵力财力 时有未夫 因应稍疏 动关大局 然此由地就目前情势严之也 欧战已将结束 世界大势当有变迁 古无论他人之对我何如 而当此漩涡 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 逆料兵争计中 商战方式 东遍西壤 待必为企业者吉木之地 我则民业未振 内政不休 尝此阴扔 事成作困 其为危险 十百余金 故必有统治之实力 而后国家之权力乃能发展 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 否则伟一期间一筹莫战 国际旗带 有安有外交之可言乎 此国家存亡之关键 我全国之官吏伤民 不可不伸长思野 至于民德堕落 国际灵异 风气所趋 非依朝夕 欲挽回而阵力之 自当昌使 是必以安静律己 以诚信待人 以克检克勤为立身之责 以去贪去尾为治世之方 凡有损于国 有害于民者 必竭力驱除之 能使社会稍息颓风 即为国家墨赔元气 而犹要在尊重法律 扶持道德 一切权力之鉴 意气之争 皆无所用其纷扰 赏罚必信 是非乃功 昌一日在职 必本此以为推行 坑坑之性始终已知 既已刷新国政 镇拔莫俗 凡我国民 即应共勉 昌之所以告国民者 此其大略也 改今日之国家 辟彼久病之人 善意者须审其正气之所在 而调护之 数据正气之亏 由见而复 假令陪补为中 既已损罚 是自枪也 医者何语焉 爱国犹如爱身 昌敢以最诚挚亲爱之意 深告于国民 宣言书读完 典礼告成 大家陆续散去 于是逢政府告终 徐政府开始了 徐世昌以西式宁人为口头禅 当然是主张和平 不愿再战 与段祺瑞的政策截然不同 段祺瑞因为主战没有结果 也有些消沉 再加上前段时间曾经宣布 与冯国章一同下野 冯国章既然已经离职 自己若再恋战 岂不是食言而非 于是提出辞职书 乘入总统府 徐总统虽无意挽留 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 派员未留 随后见段祺瑞决意告辞 便批准了 改命内务总长钱能逊暂时代理 至于段祺瑞兼任的参战督办一职 仍然由他担任 段祺瑞也没有再坚持 就专心处理参战事务了 徐总统与前代总理 正在想办法化解纷争 实现南北统一 忽然由北方递入军报 说是俄国激进派新政府 与俄国远东总司令谢米诺夫相持不下 谢米诺夫是旧党 不服新政府命令 所以双方交战 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谢军连战连败 退到大屋里 打算进入蒙古境内 俄国新政府的军队 紧随其后也要进入外蒙 所以驻扎库伦的办事大员陈毅 电达中央 请求派兵防堵 徐政府便命令 黑龙江吉林两省军队 以及查哈尔特别区域的驻军 分道方便 此前俄国西伯利亚境内的 捷克斯洛伐克军 推举军官盖达为总司令 宣布独立 他们独立的起因 是由于俄国与德澳交战 已经持续四年了 这四年中抓获的俘虏 都关在西伯利亚境内 当俄国爆发内乱后 顾不上这些囚犯 德澳的俘虏趁机逃脱 所幸四处骚扰 大肆猖狂 捷克民族本来就反对德澳 如今被德澳俘虏骚扰 而俄国又没有余力平定叛乱 只好组织起来以求自保 并且发文给协约国 请他们援助 协约国文报 多半派兵赴海参崴 声援捷克 中国当时已经对德宣战 所以也收到了捷克军的文书 参战事务处打算派兵 两千人前往海参崴 与协约国一致行动 但是要想出兵海参崴 需要用到日本的南满铁路 而日本人不同意 因此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等到徐世昌就任总统 与日本政府谈妥 日本同意借到 于是派陆军第九师的四个营 作为先驱 其余部队也陆续出发 同时承认捷克军队为交战团体 发出公告说 捷克民族欲组织独立国家 其治甚间经久诬陷 中国政府诉表同情 查该民族素以反对德澳为宗旨 中国政府因其举动 与联盟各国一致 是以对于该民族军队之西进 曾经允其甲道中东铁路 为种种之协助 现该民族军事局势日益发展 中国政府深计该民族 能以武力达到抵御德澳之能力 故特承认在西伯利亚作战之捷克军队 为对于德澳正式从事之联盟交战团 并与各联盟国军队为同等之待遇 中国政府并承认捷克国民委员会 具有统御之能力 欲有必须事件 慎愿与该委员会交际 特此宣告 这些对外的举措 都是由外交部与参战处会同办理 而且属于无关紧要的事情 只要随时妥善应对 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只是南方的军队 自从组成军政府以后 与北方对垒分治 把中国变成了两头政治 这个问题却很棘手 徐总统先令前代总理及各部总长 联名通电传达南方 商量休兵西战的办法 说 笔者四方不敬 兵祸相寻 苦我人民 老我将士 追溯用兵之时 各有不得已之苦中 而国力忌惮 纷争未息 政治搁置 百叶凋零 紧就对内而言 已积极不可终日 旷欧战现将结束 行及东亚问题 狗内政长此纠纷 大局何堪设想 辅欧西战祸 一切同仇 由父尊重和平 致其劝告 沈君蜀邦人 西分南北 安危所系 休其与共 其人以是非意见之争 以离习分崩之患 誓念战祸蔓延 穷年累月 貂残者皆我之国土 好散者皆我之之高 伤亡者皆我之同胞 同事操歌 有时所痛 推其所致 是足以催伤国脉 自促生机 当自国不艰难 一发千军 再是千言 是其何疾 而这东海英运 首唱和平 能训等谬田正习 据同私旨 用局成捆 禁告群功 倘念民困一身 国家为重 不宜娱乐 相与仇为 各该省一切军政 财政及用人诸端 无妨开诚布公 从容商榷 善后办法 更扑难详 大要在收束军队 力行民治 以劳来安吉之政 守清静 宁一之功 必国脉建苏 民生自厚 若法律问题 虽为当日争端所细 第四单非素 剖绝其难 以今日外交吃紧 若舍事实 而睁言法理 势必旷日持久 至思亦分 路臣之忧 玄于眉睫 为宜先救事实 设法解分 而法律问题 四知公义 凡资于律 悉出真诚 诸公爱国诉因 审时尤切 律南匡计 当有同心 上纪是我周行 彼姿伤恰 引领难忘 翘筑得音 无论是之前 徐总统的宣言 还是这次前代总理的通电 都是为了迅速实现 国内和平 至于两份文告中 都提到 欧洲战事快要结束了 这件事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欧战首先从奥匈帝国 和塞尔维亚两国之间爆发 随后全球各国 陆续被牵连进去 德皇威廉二世 一直有称霸欧洲的野心 想成是削平各国 因此全力帮助奥匈帝国 绝技用兵 开始的时候 军事进展很顺利 占领比利时 攻入法国北部 又分兵夺取了俄署的波兰 在侵略俄罗斯西部等地 奥匈帝国也打败了塞尔维亚 甚至英 法 俄三大国合力抵抗 仍然挡不住德国 后经英 法 俄四面联络 召集世界上二三十个国家 一同对抗德奥 德奥势单利孤 先胜后败 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尔夫 曾经把历年加入战团 对抗德奥的国家 以及他们的宣战日期 整理为一个表格 送交下议院备案 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 1914年8月1日宣战 1914年是中华民国三年 法兰西 1914年8月3日宣战 比利时 1914年8月3日宣战 英吉利 1914年8月4日宣战 塞尔维亚 1914年8月6日宣战 门的内戈罗 这个国家现在叫黑山 1914年8月9日宣战 日本 1914年8月23日宣战 葡萄牙 1916年3月9日宣战 这是中华民国五年 意大利 1916年8月28日宣战 罗马尼亚 1916年8月28日宣战 美利坚 1917年4月6日宣战 这就是中华民国六年的事了 古巴 1917年4月7日宣战 巴拿马 1917年4月10日宣战 希腊 1917年6月29日宣战 鲜罗 也就是泰国 1917年7月22日宣战 利比里亚 1917年8月4日宣战 中华民国 1917年8月14日宣战 巴西 1917年10月26日宣战 海地 1918年4月22日宣战 这是中华民国七年 威地马拉 1918年4月23日宣战 此外还有波利维亚 尼加拉瓜 多米尼加 哥斯达利加 比鲁 乌拉圭 厄瓜多尔等国 也与德澳 断绝邦交 五大洲的国家 几乎都与德澳作对 只剩下巴尔干半岛上 还有两个弱国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保加利亚 因为处在德国势力范围内 不能不听德国人的 与其他国家宣战了 澳雄帝国也自顾不暇 权杖德国人帮助 勉强支撑 所以这次欧战 实际上是德意志帝国 凭一己之力 抵挡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打了四年多 这德皇威廉二世 也真可以算是欧洲霸王了 但古话说 家兵不祥 过刚必辙 难道威廉二世 真能立刻群雄吗 在美国宣战以前 总统威尔逊一直想做个合适佬 劝双方休战言和 但是几经努力 终归无效 后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 妨碍海上交通 美国提出质问向德国抗议 德国态度强硬 拒绝接受 激起美国人公愤 也对德宣战了 这件事德国处理失当 他已经与各国交战快三年了 人困马伐 而对方阵营里 加入一个财大气粗的生理军 这哪还扛得住啊 美国政府宣战以后 决定派遣数十万大军 到欧洲战场 与协约国军队联合行动 又运送军械食品 帮助各国 协约国士气大振 德国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又经过一年多 保加利亚 土耳其两国相继投降 奥雄帝国也一败涂地 只好求和 德皇威廉二世还想顽抗到底 偏偏这时候国内爆发革命 推倒了政府 威廉二世只得亡命荷兰 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争 终于结束了 战胜国一方 推举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领 开会议和 这时候是中华民国七年十月 徐世昌刚刚当选就职的时候 看到欧战结束 徐世昌便向南方提出和平建议 希望借欧洲的和局来劝势南方 预知南方是否愿意讲和 请听下回 请听下回